大家好 這裡是復歪 今天要聊的是 Monophonica的Bass Kiyomachi Nanami 大家對她的印象是什麼呢 是天才 還是怪咖 還是轉生系主角 不過這些都只是她的一部分 今天就來帶大家認識她吧 好 我們開始囉 首先來看Nanami的角色資料 她是一年級B班 跟透口式同學 她喜歡辣的食物 也可以推測她相當能吃辣 進去也是收集贈品 她一套有系列的贈品 更是想要全套湊集 此外她在學校是恐怖研究會 不過社團裡除了她 都是不常出現的幽靈不遠 而她的個性 在介紹第一區就點出了重點 她非常嚮往著普通 實際上她是當過學年第一 在繪畫近來的時候 也都過冠軍的天才 但是後來她卻不再拿過好成績 原因在於 她因為太聰明 與身旁的人產生了距離 她非常在意這點 所以決定隱藏自己的本性 創造普通人的生活 她也說了 我普通的話就交不到朋友 但是她又不太了解 其他人的普通是什麼 所以時不時就會做出一些破天荒的事情 像輕鬆地把小提琴的譜 改變成樂團一樣的譜 使手就是媲美商品的裝飾 還有第一次玩腳挖機就成功等等 她這時也會說出經典台詞 我又做了什麼奇怪的事嗎 她結論Monica 也是因為經典樂團是很普通的事 她也希望透過樂團 度過美好的青春 這裡就提到第二個重點 那就是她 相當渴望度過青春 想要變普通也是其中一部分 度過青春才是她的最終目標 結論Monica之後 她也一邊偽裝自己 一邊嘗試做一般高中生會做的事情 跟大家過夜 協助夥伴辦活動 還有開始在家庭餐廳打工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因為長小小的意外 她的計畫將被完全打亂 一天TOKO提早來到工房 不巧Narami得獎的話放在外面 Narami進工房時 就看到TOKO完全迷上畫了 但是這幅畫真是讓以前的朋友 感受到才能差距 近了拉開的距離的原因之一 她雖然想移開TOKO的注意 但TOKO還是從畫上的簽名 發現了作者的身份 不好的回憶在Narami的青春湧現 她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但是與她所懼怕的不同 TOKO一點也不在意 她還說了 如果自己是作者的話 那她一定會跟所有人自誇 Narami送了很大一口氣 但是TOKO隨機提案 把這幅畫印在星座T球的背後 而且自信滿滿的說 一定會受歡迎 雖然TOKO答應她 會保密作者的身份 不過Narami還是感到不安 對她來說 這幅畫不但沒有什麼了不起 更是自己永遠想要封印的記憶 不過跟Narami的不安相反 季球推入之後大受歡迎 莫妮卡的大家 甚至SNS看到的人們都被深深吸引 看到這麼多人喜歡自己的作品 Narami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隔天談到這件事的時候 不知情的路易 跟莫妮卡的大家 抱恕的作者就是Narami 這下其他人也都知道了 Narami又瞬間陷入恐懼 一時間所有人沉默的這種氣氛 她已經看夠多次了 不過一頭經過了這麼多事情 她又怎麼會在意呢 馬西歐跟紫西眼睛閃爍的光芒 單純地誇獎著Narami的話 Toco也跟Narami說 果然大家的話一定沒事的對吧 看到眼前的大家 就算知道自己的秘密 也一點也沒變 Narami心裡忽然開朗 她也更肯定了 這裡就是自己的歸屬 她的秘密也成為了莫妮卡的秘密 她覺得這樣很有青春的感覺 她也因為這樣充施了畫筆 酷不期待的想要畫出她的色彩了 在這次劇情過後 Narami也作為莫妮卡的一員 幫助樂團渡過難關 在惡商時 她拼盡全力的跟路易交鋒 她說的那句 自己想要看到的景色 往往是在跌倒之後才看得到 也是她自己的領悟 雖然她並沒有說服Rui 但是她的努力也完美的交棒給了Masio 而這團外 同樣作為打工一組 她跟Lisa還有莫卡 也變得很常聊天了 連續兩次的Narami角色劇情 也都是他們三人的對話 我們也可以期待 未來的家庭餐廳 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最後我想提到德利菲斯的Narami劇情 她帶著莫妮卡的大家去溜冰場 當她牽起Masio的手 拉她進場時 她說了 讓我們一起去跌倒吧 而他們一起滑倒之後 冰面與燈光三才發亮的景象 也讓Narami感到非常幸福 或許就是因為 她比下秘密的日出 為了夥伴奔走時的黃昏 還有現在七才閃耀的夜晚 就是她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 青春也說不定 以上就是Narami的介紹 大家有沒有對她多一點認識呢? 個人覺得雖然劇情遍復上 Narami沒有像瑪西歐錄理他們那麼多 不過像是Dolifax特別安排跌倒來呼應二張台詞 還有彩色的景象呼應一條畫畫的故事等等 可以感覺得到 Narami的劇情其實是非常用心的 最後感謝大家看完影片 如果喜歡介紹棒棒的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多支持喔 這裡是富歪 我們下次見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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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